太过清闲的搞笑女是没有爱情的 不想聊就说不想聊嘛 还说去洗澡一会儿找你聊 10点等到现在 天都亮了 又是早上了 还没找我聊 搞这种工作 反手又给人说不行 泡到手就不珍惜了 以前还没有泡到的时候啊 还懂说我叫弟弟 叫叔叔叔去接你 我叫我朋友接你 现在一泡到 你坐那个摩的过来嘛 那摩的也就七八块钱 我反手了 我不相信你搞过这种 你们有经历过 跟男孩子在同一张床上 盖同一张背景 但是什么都不做的吗 我就有 而且对方长得还是一米八零 很帅 富二代 不爱就不爱 别给我找借口 不爱就说不爱嘛 什么叫做不喜欢长手毛的女生啊 那你去爱青蛙 青蛙它光溜溜的爱她嘛 爱青蛙嘛 这还不是为了你的面子和尊严 你要么就季节我 要么就说你不喜欢我 不要说你配不上我 我觉得你配得上啊 搞这种功呢 我可不缺你这一个朋友 你要是对我没有意思 你就说对我没有意思 不要总是约我出来玩 然后说要跟我做朋友 我找朋友找你吗 我学的是朋友吗 我学的是男人呢 那我反手呢 也就出来 又叫人家自己回去 搞这种东西 不是共享单车啊 你就知足吧 人家18岁一谈恋爱 就能谈到那种 做四个轮的 小戏车那种的 哎 我二十出头了 谈了好几个都是做125的 我都不知道 是生命还是什么 搞这种东西 哎呦 哎呦 真是生气了 我讲不出话了 分手找图好戏了 搞这种东西 平常也没看你这么早睡 不想聊就说不想聊 不要说你要睡了 这个时候才几点啊 你平常这么早睡的吗 难道我会睡眠宿吗 终于知道我单身的原因了 真是搞不明白 隔壁松花店回来 就一大堆人去门口 那里提线了 我回来差不多一个夜了 都没有动间 是什么意思呢 搞这种东西 我都不知道 是人急不行吗 还是什么东西 妈 怎么我回来差不多一个多夜了 都还没有人提线呢 是怎么回事呢 毛那么多了 先替光光就有了 难 哦 还要看毛啊 看 还有没有 谁叫人啊 我都不知道 还有这种说法吗 能谈就谈 不能谈就散 能谈就谈嘛 不能谈就散嘛 什么叫做事事 哪有空跟你试试 那么多男人 哪里搞得过来啊 搞这种东西 分手 你是拿我当护照用吗 分手就叫做 你要出国先分手一年了 搞这东西 拿我当护照用吗 出国用一次 然后回来再用一次 搞这种东西